大家好,我是美国健康健美生活的Jane 今天是我新冠中招的第三天 我来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感受 如果大家对我的话题感兴趣 请一定要订阅、转发和点赞 今天到这个时间是晚上10点钟 是整整三天72个小时了 我主要的治疗方案是ACDZ A就是阿斯比林, Aspirin D就是维生素D C是维生素C,还有就是V,心 这个维生素C我听了朋友的建议 从500毫克增加到了1000毫克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然后我今天还打算加一个叫做melatonin 就是退黑色素来帮助来睡眠 不过说我的感受实在是难受 It really sucks 所以我希望大家do whatever it takes 尽你最大的努力 不要外出不要和不戴口罩的人见面 那些不戴口罩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新冠病毒感染之后确实非常难受 我今天是第三天 主要难受的地方就是无力 你看我说话就这个样子的 以前都是站着做视频 现在只好坐着做视频了 还有就是睡眠不好 没有办法进入深睡眠 昨天晚上我9点钟就躺上床了 但是醒醒睡睡到早上9点起来 一看我这个fitbit才只有20多分钟在深睡眠 这个呢也有一个报道是说可能是一种对神经的一种影响 好在呢我没有这个嗅觉味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就是食欲下降 我的感觉呢就是也不是叫食欲下降吧 而是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挑嘴 就好像我当年怀孕生两个孩子的时候 都是认真反应特别严重 现在就跟那个时候的感觉一样似的 脑子里就想着某个东西想吃 别的东西都不想 然后呢做好了之后 如果差一点点不是我想的那样 我就会大发脾气那样的 因为现在生病呢特别想吃 小时候自己喜欢吃的那些东西 比如呢我就想门丁肉包 还有烙饼 杂粮的粥 就是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那些东西啦 总而言之 好在呢我有很多很多的亲朋友 亲邻居啊 他们特别好给我送来 一位朋友送来这个咸肉冬瓜汤 我对那个咸肉还真的特别特别想吃耶 吃了之后因为这个白肉都是肥肉 确实就有很多的能量 现在呢就是尽量能够吃下更多的东西 然后让自己身体有更多的能量吸收就最好了 今天我已经没有在喝这个饮术啊 还有这个Gatery啊 因为他们呢就更让我这个食欲下降 所以我都尽量吃比如说水果 苹果蓝莓 还有这个汤啊 还有烙饼 我的一个邻居给我送来的烙饼 我也非常喜欢吃 明天呢他答应帮我做大葱肉包子 我现在心里想着就特别特别的憧憬 还有一个不太舒服的就是呢 还是有一点点发烧 昨天晚上的时候到了100度 就是37度7 成年人呢真的是不适应发烧 就是说有一点点低烧 都觉得浑身难受 发冷发痛 然后混头混脑的 所以我今天呢白天 就是在稍微有一点发冷的时候 就赶紧吃了Talonone 今天晚上现在已经10点多了 我感觉还可以 不过有可能我也会吃一个Talonone 在睡觉的时候就是Talonone 这样呢保证一夜安安稳稳的睡下来 疲倦呢就表现在 就是中间老想做一会儿事情就累了 因为明天我还是打算看半天的病人 所以今天花了很多时间来准备明天的病人 本来是一个小时的工作量 我这样听听些些的做了8个小时才做完 我再来总结一下 我有哪些今天在治疗方面的一些改进的 一个是刚才说的那个维生素C加量了 然后要打算加这个Melatonin 还有呢就是我开始用这个盐水漱口 我觉得这样呢把这个口腔里的这个Viral load 病毒的量降下来 也许是一件好事 还有呢就是白天让家里人把窗户啊 还有那个后面的阳台的门都打开 然后用这种通风的办法把屋里的空气都通风 然后我自己待的两个屋子 一个是书房 一个是主卧呢 对我一个叫那个UV filter 就是紫外现光的空气的清洁的一个 把这个空气里的病毒都杀死 我朋友推荐了用这种小的蒜头 小的蒜头来止咳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用的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你看它这个是蒜的那个头 这样的话你把它放在这个舌头前面这儿 然后用这个这面还比较好的 不是切开的那个直接接触你的舌头 这样就不会太刺激 这个我感觉不错 但是要注意啊 不要在睡觉的时候用 因为我觉得睡觉的时候用吧 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 它就会吸到这个气管里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只是清醒的时候 就像你含这种止咳剂啊 我因为如果要是老吃那止咳糖 也觉得特别腻 然后甜的东西呢 也降低我的胃口 所以我白天用了很多时间 这个蒜头来止咳 还有一个是Probiotics 有一个朋友提示说 这个Probiotics呢 保证你的肠道的益生菌 我觉得这个说的有道理 我家里有这个Cambucha 就是红茶菌酸酸甜甜的 我刚刚不是说自己像是怀孕期间的那种感觉吗 所以这个特别喜欢 所以我就主要在喝这个 那些Yogurt 就是酸奶也有益生菌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不太想吃那些 可能是我有Lactose Intolerance 我怕自己会又拉肚子 我有一位医生朋友 他最近也得了新冠 他都已经70多了 他跟我分享呢 他三天的时候就恢复到了80%了 我的感觉是呢 我上周在病房内的时候 可能接触那种新冠患者 他们的那些病毒剂量 对我的 我接触到的剂量比较大 我这位医生朋友呢 他只有一个病人 因为那个病人没有戴好口罩 他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诊室 和他接触了也不到15分钟的时间 他就不幸中招了 他的唯一症状就是有一点疲倦和嗓子痛 然后三天基本上就好了 我听了他的说法 我自己受到了很大鼓励 要不然我今天在想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是个难受劲的啊 只能每天吃睡吃药 然后做一两件事情 就精力就已经觉得到了自己的极限了 最后再总结一下 这是我新冠中招第三天 昨天晚上还有一点发烧 但是血氧已经在慢慢提升 已经是到了98%了 也可以稍微做一些小的拉伸的运动 主要的症状呢 就是疲倦 胃口非常挑剔 睡眠不好 拉肚子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好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我会把自己每天的病程和我所做的一些治疗措施和大家分享 最后还有一点啊 有的朋友跟我提了 Hydroxychloroquine 轻氢氯 感觉他的证据还是不够强 而且呢 我小的时候 有过一次心率不齐的一个经历 感觉非常难受 所以我 所以我本人决定 我还是不会吃这个药的 我的医生也没有给我推荐这个药 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我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 和我的医生的推荐做一个决定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拜拜